字幕與 mind 相比 作詞音是唱知名 該這個客綱的看法是怎樣 哈哈 義基訪問我在笑場 我真的是記者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你看我 你要看我 好 我要看你是 對不?他要看我 那這是修改的客綱呢 就是南部年輕人覺得很憤怒 這憤怒是 那你為什麼笑 因為我看了義基就是很想笑 你不要再妄想我了 來五四三二一 因為這次修改課綱其實就是對我們年輕人來講其實是民主的倒退 因為我們九五戰綱 我們是九五戰綱第一屆 然後好不容易我們終於可以不要再修三民主義了 然後結果好像又復辟 好像我們又得要就是 國民黨又把我們又從台灣帶往中國 然後國民黨口口聲聲說他們要談國際化 可是這個國際化竟然不是帶領台灣走向其他國家 而是走向中國 那比如說這次修改課綱裡面 他會說我們要台灣是繼承了深厚的中華文化 可是你看美國的課本裡面不會告訴你說 我們是繼承了深厚的英國文化對不對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課綱其實我們會表示很憤怒 那我們也希望說教育部不要硬要 就是聽到年輕人的聲音不要硬要行 那如果他真的硬要弄的話 那我相信年輕人不會沒有錯位 我們一定會有所行動 還有要問什麼嗎 你知不知道在美國 那個教科本是完全是由老師來決定 譬如說有些課本支持進化論 有些支持反對進化論 但是呢老師可以自由選擇課本 所以連校長都沒辦法制定課本 也沒有所謂為什麼一綱多本都沒有這樣子 你們對於美國這種制度你們的看法如何 對美國的制度 就是說這個課堂是由老師來決定的 課本老師來決定的 不是校長也不是教育部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鼓勵年輕人去思考 就是說比如說我站在這塊土地上 到底讀的是誰的歷史 對 那對於課本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課本應該要多元 跟鼓勵年輕人思考 有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件事最重要 是